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我是你面的老朋友孙悦 这个 坏习惯呢 每次睡觉前看书 这一看 翻过来再换另外一本 再看 等到睡的时候已经很好 很晚了 深夜了 那当然早晨就起得完 说这样的情形 有的时候我就把早餐和中餐 我们就一起吃了 那孙妈妈也就 顺着我就怎么样了 我们就过着生活 这吃早中餐呢 那我们就在早店 到这家吃吃 不坏 到那家吃吃不坏 到另外一家吃吃不坏 终于有一天 我们选了一家 到这吃不只是 食物不坏 感觉不坏 而且呢 他放了很多的书刊 这是别的店里倒没有的 别的店里放的书刊 多半都是些八卦的 我一看啊 他放了很多的福音书刊 那也就是说 基督信仰的书刊 我来谈 我们到书店里头买书 你想买一本圣经 你想买一本 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书 好的 除非你跑到特有的专业的 那个基督的那个书房 你才能买得到 可是在这会儿 一边吃早餐 我一边KK看他们的杂志 看他们的书记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说明一件事情 他是基督徒 他开店 但是他不忘了一件事 传福音 把最好的东西给你 除了很多的福音书刊 很多的杂志 很多的书记 这些东西 他放在那里陈列 供给大家看 那我看看 到那儿 吃早餐的人啊 如果不是自己办事啊 就人手一则 就在那儿翻看看 因为这些东西 平常你在其他的店里头 看不到 上帝爱人 爱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要给他机会啊 我们要让他知道 上帝爱他 所以我就说 基督徒的责任 不只是你 在做你的专业 开你的店 而且你能够提供出 一些东西 让人家吃到了 看着书 觉得 他讲的跟八卦 完全不一样 有道理 上帝的真理在里头 多好 上帝赐福你 赐福你们每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